主,求祢不要把我交给仇人,满足他们的心愿。 一位假见证人,起来攻击我,口喷怒咽。 因父亲自及圣神之名,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早,圣神早安。 今天的圣道礼仪,我们举行圣周星期二。 今天主让我们准备心灵虔诚地举行这圣道礼仪。 现在请大家一起认罪说。 基督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求你垂怜。 基督你来召唤罪人,求你垂怜。 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求你垂怜。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得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请大家祈祷。 却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帮助我们,因追念主耶稣基督受难的傲击,而能真切地痛悔自罪。 蒙你的宽舍,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其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伊撒伊亚仙之书。 朱岛宇,请听我,远方的人民请细听。 上主在我出生以前就召唤了我,自母胎中就给我起了名字。 他使我的口,好似利剑,将我掩护在他的手音中,使我像一只魔光的剑,将我隐藏在他的剑囊中。 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引以为荣的以色列。 但是我说,我勤劳工作而毫无效果,我枉费了气力而毫无益处。 但是我的权利是在上主那里,我的报酬在我的天主面前。 我在上主眼中是光荣的,天主是我的力量。 上主从母胎就形成我做他的仆人,使我将雅各领回到他面前,把以色列聚集在他面前。 他如今说,你做我的仆人,复兴雅各之派,领回以色列的遗族,那还不够。 我更要使你做万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救恩。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救恩。 上主,我投靠您,永远不会蒙受羞辱。 上主,您是公正的,求您救把我,求您侧耳俯听,速来拯救我。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救恩。 求您做我避难的磐石,获救的堡垒。 因为您原是我的磐石,我的堡垒。 天主,求您救我脱离恶人的毒手,摆脱作奸犯科,不法之徒的掌握。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救恩。 因为我主上主,您是我的寄望。 从我幼年时,您就是我的仰仗。 我尚在母胎中,您就保护我。 我出世以来,就仰赖您。 我的口要传述您的救恩。 我的口要传述您的宽仁。 终日宣扬您无数的救恩。 天主,我自幼年时,就蒙您教诲。 直到今日,我仍宣报您的奇妙作为。 我的口要传述您的救恩。 主,耶稣,我们赞美您,光荣您。 主,耶稣,我们赞美您,光荣您。 我们的国王万岁,你听从父命,好像待宰的驯服的羔羊,被人牵去,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我们赞美您,光荣您。 主,耶稣,我们赞美您。 主,耶稣,我们赞美您。 心神反乱,就明明地说,我尊重地告诉你们。 你们当中有人,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门徒面面相许,猜想他说的是谁。 门徒中有一个是耶稣,那时靠近耶稣。 那时靠近耶稣,就向他示意,叫他问耶稣,他说的是谁。 那门徒就靠近耶稣松前,问他说,主,是谁呢? 耶稣说,我将这块饼递给谁,谁就是。 耶稣就专了一块饼,递给伊斯加利人,斯满的儿子,尤达斯。 尤达斯接过那块饼,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 于是,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做的事,赶快去做吧。 同时的人都不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 不过因为尤达斯是管闲的,有人以为耶稣是吩咐他去买过节用的东西, 或者要他去施舍一些东西给穷人。 尤达斯吃了那块饼,就立刻出去了,那时候正是黑夜。 尤达斯出去以后,耶稣就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 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 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光荣,也要把自己的光荣赐给人子, 并且很快就要赐给他。 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 以后你们要寻找我,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们, 如同我曾对犹太人所说的,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 西满伯多问耶稣,主,你往哪里去呢? 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但后来却要跟我去。 博多对他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呢? 我要为你舍命。 耶稣回答说,你要为我舍命吗? 我实在告诉你,基教以前,你要三次不承认我。 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在美你。 我们看若望,他描述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 我觉得很精彩啊,非常精彩。 很多细节可以去默想。 但是今天跟各位默想一个小小的, 一个点,就是犹太斯他怎么是一个那么好的人, 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被耶稣看中了, 被耶稣选出来当作管他们这个团体的生活, 所有的钱,所有的生活,都是在犹太斯的手里。 为什么他变成那个样子? 然后我在读这段福音的时候, 我看到很注意,特别注意两个字, 就是进入,撒旦进入那个犹太斯的心里。 当撒旦进入这个犹太斯的心里, 他便把那个犹太斯变成另外一个人。 耶稣已经很清楚告诉他说, 你们这个团体里面,你们十二个人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人出卖我。 耶稣又说,谁拿我要粘给你那块饼吃的, 就是那个人要出卖我。 明明耶稣给那么多的,那么清楚的启示, 为什么他还是这样子? 他还是用各种理由出去, 然后把耶稣变买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魔鬼就是那么的可怕, 他把一个好人,一个聪明的人, 一个很会管团体的人, 变成那个样子。 后果就是他后来上去了, 上掉他自己的生命。 就看不到希望, 因为他也曾经不注意他的师父, 他的老师告诉他, 他认为自己是对的, 他的选择是对的, 所以变成他看不到希望, 所以他已经, 我们叫自杀好, 讲简单就自杀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也是做一个特别这样的默想。 有一些时候, 我们在生活里面看到很多神父, 主教, 修女, 好人, 好教友, 他们表面上是非常的伟大的, 结果他们也是做非常不好的事情, 影响到了教会, 影响到了社会, 影响到了家庭, 影响到了团体。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反省说, 我们虽然被天主看中, 天主选择我们做很多好事, 很多伟大的事, 带给团体, 带给社会, 带给家庭很多好处,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 也要非常小心, 不要让撒旦进入我们的心灵, 不要让我们一直跟着撒旦那种的说服, 那种非常好, 很漂亮的话, 好像非常吸引人的那个声音, 而且要选择天主, 天主一直强调我们要小心, 要谨慎, 所以我们求天主是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继续选择他, 求天主给我们小心的心, 让我们继续依靠耶稣, 让我们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信仰, 让我们继续靠天主的恩仇, 靠圣神的带领, 我们继续做他的门徒, 愿天主将服我们, 阿们, 请大家一起来祈祷, 祝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祢, 请祢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取一切都增加祢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散播, 主愿祢的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祢的旨意为准神,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全力全益全力效盖你, 我们决于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梅沙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灵命味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神功能量及诸圣人授予的榜样, 众神是莫名, 主请祢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宣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切恩人, 宣于教会修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祢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祢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祢把分析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及切信仰的心中, 就是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就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就是我们超见其明达之神, 就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请大家祈祷, 主求祢随切信仰你的人, 劝去成见少数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白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显扬,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愿意胸恶, 阿们。 愿祢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里同在, 愿祢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理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 感谢天主。 圣道理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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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接着 敬礦